高庭10月28号宣判 土团党前青年团团长赛沙迪 被控四项失信滥用资金 以及洗黑钱控状 皆表罪成立需要出庭自便 表罪成立会否影响他的证图呢 所谓表罪成立是不是等于有罪 所谓的表罪成立呢 其实就是说法庭在看了检控 所提出的这些证据 包括控方的这些证人的供死过后 那法官觉得从表面上 这个人士呢 就赛沙迪呢 他是看起来是有罪的 当然只有在抗辩 进入抗辩的环节 然后到最后呢 法庭做出最终的一个裁决 如果是罪名成立的话呢 那肯定就会影响他的 大大影响他的这个证图了 可是呢 现在表罪成立的话呢 其实还是属于第一个阶段 所以可能就从政治的这个角度上呢 就可能影响了他的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名誉 还有可能他担任这个政治领袖的 这样子的一个前途 还有给予大众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其实除了赛沙迪 我们也看到不少代表罪成立 或者是有案件产生的政治人物活跃于前线 像是阿末扎西 阿末马斯兰 安华以及林冠英等等 而这些领袖应不应该继续活跃于政坛 成了朝野争相炒作的话题 当然我觉得是否代表罪成立 去竞选国会议员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其实没有对合错 我觉得这个就得看 这个政党他们的这个策略 如果是个人看法的话 从法律角度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 我现在只是表罪成立 我上阵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啊 因为我只是表罪成立 而且我坚信我自己是清白的 而且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检控 可能还是有带有一些政治意图的 这样子的一个检控 是针对性的去检控我 所以站在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我上阵可能其实就没有问题啊 那如果另外一种论述的话呢 就是如果我现在表罪成立 我选择退 我不上阵 是不是表示 这样你是不是就是 有待罪再生 其实你就是犯罪了 所以你选择不上阵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其实可以去看 无论如何 赛沙迪的案件 已经责定这三个日期 进行自变环节 自变结束之后呢 会责定下判 如果依然是罪成 也还有两次上诉的机会 而只有在被判罚款超过2000令吉 或者是监禁超过一年的情况之下 被告才会丧失 国会议员资格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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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